緊握雙手在給予罹難者家屬 安慰擁抱 駐美大使蕭美琴 代表總統蔡英文出席 鄭達治醫師的追思禮拜 場面相當哀期 儘管沒能親自到場 總統跨海哀悼 說在臺灣的我們和海外相親 心聯心 提到 相較於鄭醫師的勇敢與犧牲 只因意識型態不同 就訴諸暴力傷害生命的行為 更顯得不堪而渺小 已經恰請美方務必保護 在地臺灣人 期許記住鄭醫師的無私勇敢 一起為臺灣的美好做努力 追思禮拜現場聚集近百人 多數是長輩 還有陪同父母前來的年輕面孔 甚至附近教會代表 和政界人士也出席 向教友致意 與民同心一同祷告 眼前要穩住的不只是海外 臺人擔心受怕的心 還有臺灣認同在國際的艱困腳步 進行我們黃宣王一軒採訪報導 調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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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査